的確 昨天不只是口水戰而已 還演變成了肢體衝突 昨天民進黨立委直接衝上去 想要搶走文件 兩邊就爆發了這個拉拉扯扯 甚至最後會議中斷 宣布收席 陳韻生想要離開現場 後來民進黨立委就把他堵在電梯口 說還沒有通過三會的臨時動議 不可以離場 現場是在這個電梯裡面 僵持不下 我們帶你來看 藍綠立委卡在電梯互相叫囂 仔細聽是在罵陳玉珍 落跑針 電梯被你腰害了 陳玉珍 大喊陳玉珍出來 原來是因為四號的立院財政委員會 還沒散會 事發到晚間九點 財政召委 陳玉珍在討論財政收支劃分 修正草案時 俠人數優勢 打算直接宣讀通過 陳玉珍被籃尾重重包圍 宣讀草案內容突然間國國文就衝了上去 將文件搶走 衝突一發不可收拾 畫面裡五位女立委互相撕撤 誰也不讓誰 會議就此中斷 到了晚間十點半宣布休息 但在還沒散會的情況下 陳玉珍居然搭著電梯就要離開 這才有了藍綠立委在電梯裡 爭執畫面 直言就是陳玉珍要負責財委會一路從早上九點開到晚上九點 從晚餐時刻陳玉珍居然說要閒吃晚餐 就跑掉 綠委擔心國民黨會偷襲宣讀法案 只能留在議場等候 埋下刀火線最後爆發肢體衝突 國人掛採 他說要開到十二點都胡亂的啦 這這時間諷刺已經凌晨十二點了 沒想到議場內起衝突 最後還花兩小時擠在電梯爭吵 操案沒處理好 臨時動議也沒通過 記者綜合報導